鸡肉串酱烧后呈现焦糖油亮色系 沾上特制花生酱咸甜滋味味道独特 有而是这盘烙味咖喱酱汁的八豆牛肉 搭配经典姜黄饭 就是一道正统印尼料理 磐石房新入榜2021年米其林必比的名单 老板娘听到这一刻无法相信 完全没有意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马前总统的时代 蔡英文总统是参加一个园游会 我们这个是古法台式炒米粉 台菜的方式在做这道菜 还有开业节两年的台式家常菜 饮食家古法炒米粉 加入简单配料 肉丝香菇虾米拌匀高汤 是老饕必点菜色 甚至外面少有的组合 东石鲜柯芙蓉蛋 鲜柯大小都快跟汤匙一样 就是老板娘自己研发的 没有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对因为其实就一阵混乱 今年必品的名单总共有六间新入榜的台北餐厅 主打经典台菜就有三间 饮食家金赏轩松竹园 另外印尼华侨开的磐石房 以及香地御膳食堂 只不过网路上查询已经暂停一夜 是否因为疫情而歇业不得而知 去年入榜米其林必比登小吃店的厂厚面点 其实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三个月歇业 根据附近的摊伤表示 预计在九月恢复正常 像万华华西街就有三家超过四十年老字号的必比登小吃 两度蝉联的小王煮瓜 和2020年新上榜的原房挂包 都因为疫情冲击 电修超过两个月才复出 如今必比登公布名单 入榜的业者也期盼 有光环加持不足损失 TVB的新闻 黄国伟林玉涵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